欢迎收看大白话语愿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半夜十二点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不知道哪一年的中国 咱们的男主是两个跳舞的小青年 一个是德瑟哥 一个是眼睛哥 别看他们长得一点气质都没有 但可是人家可是武林大会的全国十强 我严重怀疑这个武林大会 到底有没有人参加 既然你要参加比赛 出委会就安排这两个小伙到一个学校训练 不过这个学校 出租车给多钱都不愿意去 顺风车也不愿意去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艺术学校 保洁大妈还怪怪的 好诡异啊 负责安排和接待的叫做古老师 这拉着大长脸就跟谁欠你钱似的 咋的导演没给你发工资啊 都安排好之后 在半夜的时候 眼睛哥就发现了恐怖的事情 他在一间好几年没有人住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人 找来古老师 结果啥也没有 第二天 学校又来了两个妹子 一个大锅烂 一个短发妹 他们也是全国思想中的一员 负责培训的老师 是一个女老师 负责整个过程监管的是胡志叔 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进行的 本来也都没啥事 时间就来到了这天半夜 本来在图书馆看书的短发妹 就遇见了怪事 他看见一只鬼 那家伙老吓人了 万万没想到 这鬼是得色哥假扮的 吓唬人玩的 要不说你得色哥咋这么能得色呢 古老师呢是给他一顿骂 一天天的臭不要脸 年轻人打倒闹闹是很正常 晚上咱们出去hipp一下就好了 在酒吧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一个社会人 说起了关于他们学校鬼舞女的传说 大概意思就是 说有一个女鬼 大半夜不睡觉 啥也不干笑跳舞 要我说这不是显得蛋疼吗 这几个人回到学校的时候 得色哥还正看见一个女人在跳舞 一眨眼的钢夫就不见了 而且他们发现舞蹈室的音乐还响着 于是 大家就让得色哥去观音乐 结果在舞蹈室 他又看见了女鬼 但是差点吓尿了 小波浪在洗脑的时候 也遇见了一个陌生女人 吓得自话乱叫 现在的国产恐怖片 基本就靠好了 原来这个陌生女人也不是女鬼 她是古老师的亲妹妹 五年前得了精神病 所以到现在还是疯疯癫癫的 怎么疯的呢 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夜晚 妹妹到学校宿舍去找吴老师 然后不知道看见啥玩意儿 直接被吓疯了 胡子书就说 学校以前是个民国舞女的塞基地 那个舞女后来自杀了 大家都说 经常能看见鬼舞女 为了让事情真相大白 这几个人决定 要去抓住这个传说中的鬼舞女 万万没想到 女鬼没抓到 把他们半夜还干活的保洁大妈 好顿手势 保洁大妈也不容易 你们怎么忍心呢 胡子书就给他们好顿骂 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影响你们比赛的评分都知道不 就算这样 这几个着死的小青年还是不甘心 我们必须要找出来这个鬼舞女不可 于是 这天晚上 他们再次集合 准备在舞蹈室来个手足带兔 可惜呀 并没有等到女鬼 古老师的妹妹在宿舍 却被邓神哥吓到 因为之前他就装成了鬼的样子 就这样 古老师妹妹再一次进到医院 在等待的过程中 眼镜哥就开始进行推理 不要以为你戴个眼镜就是克兰了好不好 经过他的推理之后 根本就没有给舞女 一切都是胡子书在搞鬼 原来呀 五年前 古老师和胡子书 那都是好兄弟 但是胡子书喜欢的女孩 对古老师有意思 于是 胡子书在宿舍 要吓唬吓唬古老师 结果没想到 妹妹却来到宿舍 然后被胡子书吓唬 为了掩人耳目 他只能编着鬼舞女的谣言 既然话都说开了 其实都是过去的事 古老师心还挺大的 他们妹妹也因为这次惊吓 反而吓好了精神病 最后的最后 一切都很完美 胡子书去了外地 古老师跟女老师求了婚 但是 电影名字为啥叫半夜十二点呢 这跟十二点有个毛关系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半夜十二点之前 尽量少睡觉 要不容易起不来去尿尿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 摸摸啦